觀眾觀眾我們現在人還在這個宜蘭的第一現場 我們現在所在地點是在宜蘭的台九線 可以看到在我後方有一棵巨大的露樹 是幾乎整根完全的被風給吹倒 可以看到它的樹根是直接被這個風給吹斷了 然後整棵樹是直接抖在這個路面上 不過你也可以發現現在有一些公務段的人員 正在啟動這個一些設備要把這個路樹給清除掉 主要就是因為這邊宜蘭現在已經入夜了 其實風雨也是逐漸有在加大的趨勢 因此也會影響到用路人的一些視線 所以現在目前他們就趕緊接獲這個 有路樹在這邊的通報之後 趕緊要來把這些路樹給清除掉 而且我們在看到後方 其實也可以發現因為現在只開放單行 這個內側的這個車套通車 所以會造成交通上一些不便 現場也派出了這個遠景在這邊來指揮交通 希望可以趕快恢復這邊的正常通車 那麼以上是現場的最新狀況 現在把時間鏡頭交換給本來 請考慮 我不等再看看 不見 不見